大家好,感谢大家收看由我为大家介绍的深入浅出RADIS系列的第二节课 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一节课我们讲的内容 上一节课我向大家介绍了RADIS是一个高性能的KeyVenue数据库 接着向大家介绍RADIS的一些特点 RADIS是基于内存,那么它支持丰富的数据类型 在RADIS当中,因为RADIS是以单进程单线程的方式运行 所以它的操作天生就是具备原子性的 同时RADIS还支持一些增强的特性 比如订阅发布模型以及数据过期这些特性 那么在上节课的后半段 我向大家做了如何安装RADIS和如何使用RADIS的基本操作的介绍 那么上节课也希望大家回去自己实际的动手安装RADIS和操作RADIS 那么这节课我们讲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下的内容 首先我们会向大家详细介绍有关RADIS当中 如何对Stream类型的数据进行操作的各种操作方法 那么接着会为大家介绍两个RADIS关于缓存的应用 一个是如何使用RADIS来共享Werb应用的Session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RADIS应用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网页的数据缓存应用 好的那我们首先进入RADISStream类型的数据操作的这个环节 那么这个环节我们会在进入官网的RADIS的命令介绍 我们根据官网的内容一一向大家进行介绍 那么上节课后半段我专门向大家做了一个提示 就是在RADIS当中RADIS的Stream并非特质以零结为的ASK码支付传 而是任意的二进制支付流 那么在RADIS中RADIS支持的Stream是BinarySafe的Stream 那么什么是BinarySafe呢 也就是任意的二进制的支付流 就是BinarySafe的 那么关于这点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演示 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回到我的RADIS的演示环境 上节课给大家做个介绍 在RADIS当中使用Safe命令 可以给RADIS插入一条记录 我们上节课的介绍 插入和操作的数据呢 都是可读的二进 可读的支付算 ASK支付算 那么我们如何插入一条 非ASK码的支付 插入一个非ASK码的支付呢 我们使用-X这样的转译 那么第一个刚才表示 我要对下面那个支付进行转译 这表示我们插入一个一条 一个16进制的数据 比如我们插入一个0X10 我们使用get4 可以看到我们成功的插入了一个2进制 一个非ASK码的支付 怎么来证明 这条记录不是-X10这个支付算 而是一个字节的支付呢 我们使用strlen就可以看出 这条命令会返回一个 件子里面的数据的长度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for里面的数据的长度 11就表明它只有一个字节 那么我们可以试试另外一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插入一个-X40 那么这个-X40呢 刚好是ASK码中at符号的编码 我们回车 然后我们再使用get4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redis返回了一个at符号 那么因为我们刚才 set的这个for的那个-X40呢 刚好是ASK码中at符号的编码 那么通过这个演示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redis当中 并不是一定需要插入 以零结尾的二进支付算 而它的支付算 而是泛指所有的任意的二进支支付流 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 因为我们在redis当中 更多的可能要存书组 图片这些内容 存支付算 只是redis 其中的一部分 并非所有 好的我们 进入redis的官网 我们进入redis官网的里面的command的介绍 点击string 这里会给大家列出所有和string有关的redis的操作 我们从左向右一列一列一列的看 因为在这个网页里面它就是这样排序的 第一条命令append 那么我觉得在redis的命令当中 很多可以通过名字 其实就已经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了 那么append 那么就是像一个已有的redis数据里面 从它的结尾往结尾里面 添加内容 那么这就是append 非常简单 我这里就不做 详细介绍了 接着后面的bit count 因为redisstring当中提供了很多和未有关的操作 那么这个操作呢 我们因为比较麻烦 我们在后面再讲了具体的应用过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给大家去介绍redis当中string的数据类型 如何对它进行和未有关的操作 那么接下来的bit.op 那么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跳过去 下面一条命令 decr 那么这条命令的意思就是 给我们的数据做一个简易的操作 那么首先你的数据 必须是存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支付串 并且这个支付串的长度 必须在一个整形的范围之内 那么这里redis也做了一个介绍 比如说我们先set一个key是10 然后做decr的操作 那么操作完过后 redis的key中的mykey的数据的内容就变成9 这就是被-1了 那么如果我们给mykey设一个非常长的一串数字的话 那再进行-1的dcr操作 那是不行的 其实我们从这个也可以看出 其实在redis当中 它其实就是把一个数字的支付串 使用在C元使用atoi的命令 把它变成一个整形 然后做一个-1 然后再把它变成一个支付串 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数字的支付串很长的话 超过了一个整形 那么redis就无法对它进行计算了 后面的decrby和decr唯一的不同是 decr是-1 那么decrby是可以减一个指定的数字 那么这个数字就跟在第二个参数里面 非常简单 那么get命令我们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这里就不再做介绍了 getbit也是和未操作有关的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get range 那么get range的 其实也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示例 比如说在一个key中存在这样一个venue this is a string 然后我们分别使用下面几条get range 看它是怎么返回的 后面跟一个key的建值 然后跟上它的范围 而领导商就表示 我取得这条key的 从低0个字符开始 到低3个字符结束 具体到这条 这个演示就是 第一个单词this 那么如果我们指定一个负数呢 表示从结尾开始 那么负3就是从 到处第三个ri开始 负1呢 就是最后一个字符 g 如果 如果 我们 在指定的范围 超过了它的 长度的话呢 也没关系 实际上就是把它的 从这个第十个字符开始的 往后面的所有数据取出来 其实这些命令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get set get set的话 很简单 那么它完成 set的功能之后呢 返回 老的menu 其实看这个介绍已经明白了 incr呢 就是给这个数据加1 做加1的操作 incrby呢 就是指定一个加的数字 和dcrby的概念是一样的 那么incrby float 通过这个命令的名字也能 知道 它就是像这个数据中 加一个浮点数 mget mget对应的是 get 那么get只能 从一个key里面获得数据 mget mget呢 可以从 它的全称就是 这个m代表march 那么就是 可以指定 n个key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次性的操作 获得 n个数据的内容 相对应的 mset也是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通过一条mset的命令 同时插入多条数据 这里的msetnx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setnx这个命令 它这里的解释是 set the value of a key only if the value doesn't exist 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你的key存在的话 我们就不做任何操作 只有当你的key不存在的时候 才做 才插入数据 那么这个multiset呢 就是对多条数据 做setnx的这个操作 很简单 psetex 那么我们 在讲这个psetex之前呢 我觉得我们先看一看setex这个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它对应的就是set命令 那么set命令我们只能插入一个键和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setex呢多了一个参数 一个seconds的一个时间的参数 就是我们可以给这个key指定一个过期时间 比如说10秒钟 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 比如说我们setex for 5秒钟吧 然后test get for 那么在我们执行完这条操作之后呢 5秒钟之后我们就应该 这条数据呢就应该被radius删除 可以看到啊 我们在get过后 radius已经返回nl 表明啊 这条数据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这就是setex 非常简单 就是可以给 在set的时候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数据的过期时间 那么接着我们看看 这个psetex 那么psetex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过期时间的 单位不一样 那么setex的单位是秒 那么psetex的单位是 微秒 好的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setmini我们也用了很多了啊 也就不再做解释了 setbit是和未插作有关的 我们在后面再给大家讲 setex已经讲过了 setnx也讲过了 setrange setrange其实我们可以参考 getrange啊 就是像某一个range里面插 我们可以稍微看看 因为 setrange 比如说我们 首先给一个key 给它一个venue hello world 然后setrange key 从第六个开始 然后rails 然后我们再看 从这个开始 那么它实际上是 就是用rails覆盖 从第六个直接 开始覆盖原有的内容 也是非常简单 stulem 这个我们在最开始 已经用到了 这个会返回 我们数据的长度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rails为视频提供了 非常丰富的操作 其实简单来说 很多操作都是基于set和get 我们实际上应用程序 是可以自己做的 比如举个例 最简单的dcr加1或减1操作 还有getrange 这些我们都是在 可以通过应用自己去实现 但是rails为我们提供了这些方法 那么其实的目的 也就是简化我们应用 去使用rails 大家可以看到 通过使用这些mini 在具体到大家自己的应用 实际上我们可以非常灵活的 使用rails 那么再向大家介绍完 radis当中有关strand的操作以后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有关radis的具体的应用 也就是在radis当中如何进行sation的共享 那么开始讲radis的sation共享以前 我们先从一个网站为什么需要共享sation开始讲起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从一个网站从小到大一个发展过程开始 一个网站从在最开始的阶段 也许是一个个人的网站 或者是由于财力和人力的限制 那么网站在最开始的阶段 也许是将它的web应用和数据库 共享一台主机 也就是像画面中的这样的一种部署 那么可以想象 这样一种共享数据库和web应用的部署 它所能支撑的流量是非常低的 因为一台主机的处理性能是非常有限的 你既要运行web应用程序又要跑数据库 那么两种应用都是非常消耗资源的 所以这样的部署是无法满足 稍微大一点的流量的 那么这就涉及到给网站如何进行扩容的问题 那么扩容网站的第一种方法 就是将web应用和数据库进行分离 那么这也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扩容方法 因为数据库的访问 它本来就是基于网络的访问 所以说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将数据库 单独的部署到一台服务器上去 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但是即使是这样 这样部署了过后 它其实所能支撑的流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我们就要继续的扩容我们的网站 那么到了网站的这么第三个发展的阶段 就是需要对web应用进行负载均衡 所谓负载均衡就是我们将web应用 齐在多个服务器上提供服务 那么这里就设计一个 怎么去分发用户的请求的一种方式 那么最原始的方式呢 可以利用DNS本身具备的一个分发请求的能力 因为在DNS进行域名解析的时候 它可以针对一个域名配置多台主机的IP地址 那么针对用户不同的DNS查询 我们可以DNS可以分别返回不同的IP地址 那么这样就做到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负载均衡 其实在我们在将web应用进行分布式的部署的时候呢 就已经设计到C型共享了 让我们先把网站的发展过程讲完 然后呢我们回过头再来讲C型的共享问题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图呢 可以说是一个真实网站所应该具备的一个架构 那么只有这样的架构呢 才是能够提供比较大流量的一种架构 首先呢我们要在web应用这层进行分布部署 那么这个是在网站的第三个阶段已经是这样做了 那么在第四个阶段呢 我们需要非常多的web应用服务器来运行web的应用程序 那么在web应用程序和DNS之间呢 我们需要一个负载均衡器 那么这个负载均衡的解决方案呢 现在已经有很多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 有纯硬件的解决方案 也有纯软件的解决方案 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些技术 同时负载均衡也能提供一些比较强大的功能 比如说它能自动侦测web应用的失败的情况 当某些web应用因为掉电或者是主机快捷 这些不可预知的原因发生不能提供服务的情况的时候 负载均衡的方案 它可以自动的侦测到这些失败 把以后的用户的请求分发到那些可以提供的web应用服务器上去 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数据库的分布式部署 那么数据库的分布式部署有几种方式 那么最最简单的就是采用数据库本身的集群的运行方式 因为集群的运行呢可以提供比较大的流量的 或者说是比较大的数据存储的能力 现在呢比较传统的比较成熟的数据库呢 都提供数据以集群的方式运行 比如MyCircle还有Org这些关系数据库 那么至于现在新型的NoCircle那就更不用说了 它天生的设计就是按照分布式的设计来实现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是使用传统的数据库呢 那么这部分呢可能稍微麻烦一点 那么至于如果是使用新型的NoCircle呢 那么分布式部署呢对它来说就是稍微容易一些的方式 那么实际上啊在我们实际的网站后端 我们还是至少在目前来说 我们还是不能完全的脱离传统的关系性数据库 因为我们需要安全的存放我们的数据 比如像Radius 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将数据完全的存在Radius当中 因为它是一个内存数据库 它的数据安全性呢这方面的考虑少一些 那肯定是要比传统数据库弱很多的根本根本是没法相比的 那么传统数据库的优点就是它的安全性高 那么它还有就是它能够表示的数据的关系非常复杂 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它除了以class的方式以外的方式运行的话 它的扩展就会非常麻烦 那么这里扩展呢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完全将数据库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 或者说是不同的数据库 这叫数据库的协定 那么这种方式呢 又分了两种方式去具体的应用 一种呢就是说每种数据库负责不同业务 它的数据库的结构可以是不一样的 它数据库里面的表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我们第一个数据库负责用户的信息部分 那么比如说用户的登录验证 还有和用户有关的一些操作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查询和修改第一台数据库 那么就可以完成了 那么第二个数据库呢 我们可以存一些实际的一些用户的数据 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微博系统 那么我们第二个数据库就可以存储一些用户发送的微博信息 存在这个地方 那么第三个数据库呢 我们可以存比如说啊用户微博用户互相之间的那种关系 比如说哪些用户关注了哪些用户 哪些用户又被哪些用户关注了 那么这些用户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存在另外的数据库 那么这样一种方式啊 将不同的功能分布在不同的数据库上实现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说啊 对于三个完全不同的数据库 我们采用完全相同的数据结构 而而我们啊使用这几个不同的数据库按什么方式呢 我们来按用户来区分 比如说我们有100万个用户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100万个用户分布到这三台数据库上去啊 比如说第一台数据库提供一到三十万的啊用户的数据信息存储在第一个数据库上 那么第二个数据库我们存第30万到第60万啊的用户用户的数据 那么剩下一台数据库我们存啊啊剩下的60啊剩下的40万的用户数据 那么这就是一种叫啊数据库限定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也是非常常用的方式 它的优点呢就是数据库可以保持一致 我们需要在前端啊进行数据的一个分发 那么啊这就是一个啊大网站啊 它的网络的部署的一个架构 那么我们这里看这部分就是web应用 我们看到啊web应用被部署在了多台的服务器上面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session的共享 我们首先讲什么是session 那么当一个用户啊 比如说我们啊访问淘宝的时候啊 用户第一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啊 要登录到淘宝这个网站上面去 那么要输入登录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用户的这个登录操作肯定是发生在某一台web应用服务器上的 对吧 那么用户登录成功以后 用户肯定还会有很多后续的请求 那么用户在网上网页上任何一次点击呢 都会产生一个或多个htt的请求 那么我们对用户的后续的 点击或者说后续的请求啊 要做一个验证 那么验证这个用户是不是已经登录的登录了 对吧 但是大家要知道因为有负载均衡器的存在 那么用户的请求 同一个用户的请求是完全有可能被分发到不同的web用服务器上去的 对吧 那么这就需要所有的web服务器都能够访问啊 所有用户的session的信息 那么这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要将用户的session的这个数据呢 集中存储 那么一种比较传统的或者比较旧的方式呢 是将web的session的信息存放在数据库里面啊 因为数据库本来就是提供一个统一的访问点 那么存在数据库里面 那么所有的web用 那么也就相当于共享了啊 这个用户的session的信息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方式呢 显然是不是太好的 因为用户的session信息呢 是他属于有这样的特点 就是他一个是他数据量小 另外就是他的访问频率相当高 那么这随着内存数据库 像radiusmancatch的这样的内存数据库的发展起来过后呢 我们发现啊 用内存数据库来存session的信息 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session有这样的特点 一个就是session的数据呢 它是比较不是那么关键的啊 对吧 如果你的session丢失了以后呢 影响呢 也仅仅只是用户的登录 登录的状态被丢失了 那么用户也许只需要再重新登录一次 就可以重新获得一个新的session 第二呢 第二呢就是session要求是非常高速的访问 因为对于用户每一个请求 我们都要进行session的验证 所以session的访问 session的判断是频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正好是内存数据库的优点 那么内存数据库它就是为了提供高性能的数据存储 那么这两点 对于session的这两点要求的刚好 就是我们内存数据库最擅长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要使用内存数据库来共享session 好的 那么现在呢就进入实际的演示部分 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使用radius进行session的共享 我们首先在讲使用radius进行session共享之前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什么是session 那么一个http的session呢 就是当我们在浏览器上面 第一次访问某一个网站的时候 那么这个session就建立了 它的建立过程大概是这样 我们使用浏览器向某一个网站 发起第一次http请求以后 网站的服务端会产生一个session的ID 然后返回给客户端的浏览器 那么以后对于这个网站的访问 浏览器都会将这个session带给这个网站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session的过程 我们通过Firefox实际的看一看 这里我们要使用到一个叫Firebug的 一个Firefox的插件 那么这个插件非常有用 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 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个插件有很多功能 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常用的功能 一个就是这个html 那么这个html的功能呢 就是它会在这里这个区域呢 将我们的网页的html原代码显示 显示在这个区域 那么当我们选中这个代码的某一部分的时候呢 相应的你选中的那部分 在界面上的 在界面上的就会进行高亮的显示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调试网页的显示 和网页的css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区域 大家看到啊 这个区域会把我们选中的 元素的css列出来 那么使用这个功能 可以很方便的调试我们网页的显示 那么这里还有script的功能 script的功能就是 调试我们界面的javascript代码 在这里大家可以设置断点 和进行单步的跟踪 那么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调试javascript的工具 这里还有cookie cookie呢就是 显示我们当前网页 用到的一些cookie的内容 它会在这里下面做一个显示 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用到这个.net的功能 net的功能呢 就是将我们浏览器 和我们后台的网站的 一个整个的交互过程呢 给我们展示在这个位置 它会将所有的http的命令 进行展示 并且将每个命令的所有之段 按照http的协议进行解析 我们点这个加号就可以看到 每个之段它都给我们解析出来 并且把相应的值 给我们 以这样的方式显示给我们 所以这度我们调试 我们的网站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这里回到我们的 cookie的话题 当我们第一次 比如说我们在具体的 我们这个radio session的这个demo 当我们第一次访问这个网页的时候呢 会发生以下三条http的请求 那么第一条就是我们在 我们需要去get 我们这个demo.php的这个文件 那么get文件 同时又会产生下面这两条http的请求 这是因为在我们这个demo.php的文件里面 引用了下面这两个分别是一个css文件和一个javascript的文件 那么这两个请求是自动产生的 它会去我们的服务器上去获取这两个文件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一个cssing的产生过程是 我们首先我们的浏览器向一个服务端发起一个http请求 那么在第一个请求的response里面 在第一个请求的response里面 会带一个cssingid给这个客户端 我们看这个地方这里的responseheader 这个responseheader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地方是responseheader里面 没有cssing 但是request的header里面有 这说明我们这个请求已经是第二次了 所以我们现在先清空一下浏览器的缓存 先清空一下它的缓存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次 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请求的response 大家看这里的responseheader 这里的responseheader有一个 我觉得有问题啊 刚才呢 有点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发现 第一个request就带了session 那么是因为我们刚才没有将浏览器的缓存清掉 那么我们将浏览器的缓存完全清掉以后呢 我们再发一个 再去浏览这个网页呢 就可以看到在第一个请求的这个responseheader里面 有这样一条啊 记录叫setcookie setcookie的内容是php sessionid等于一个啊 支付传 那么这个支付传呢 就是一个sessionid 那么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responseheader呢 是我们第一次浏览这个网页啊 那么服务端给我们发挥的一个response 那么在这个response里面呢 有一个有这样一条内容 叫setcookiephp session等于一个sessionid 那么在第一次访问的以后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第二次的去访问这个网 网站啊 我们再去看它的request和response 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啊 request的header里面 有一个这么一个啊 参数cookie 它的值呢 是php sessionid等于一个sessionid 啊 并且呢 在这个responseheader里面就没有啊 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responseheader里面 有一个啊 啊 session的一个啊 参数在这里面就没有了 因为这个session已经建立了啊 那么以上呢 就是一个session的啊 创建的过程 那再回顾一下 就是当我们第一次浏览某个网站的时候啊 啊 网站在收到我们的请求过后 会为这一次浏览产生一个sessionid 并且返回给客户的 客户端的浏览器 那么浏览器以后在访 在访问这个网站的其他网页的时候呢 都会将这个session的信息带给服务端 那么服务端就通过这个session的啊 id的信息 那么就到自己的存储的session的信息里面去查啊 你可以在这个session 可以在这个用户的session存储这个用户登录的啊 信息或者是啊 其他的一些都是可以的 那么最简简单的应用就是存 我们使用session存储这个用户的登录信息 那么啊只允许登录的用户访问我们的网页 所以说对每一个啊http过来的请求呢 我们都要做session的检查啊 看这个用户是否已经啊已经登录了 那么这个就是session的创建过程 以及session的啊作用 那么我们现在到后面 到后端啊到后端去看一看如何配置啊 我们的网页服务器使用radis进行session的共享 啊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比较简单的啊 但是首先呢啊具体到我的这个演示环境 我使用的是apache2的这个网页 server 并且使用了php5啊啊啊结合起来作为作为啊 作为啊网页 server的服务器 那么如果大家使用其他的啊网页 server服务啊 比如啊阶图1或者是阶梯啊 或者是ngix这样的网页服务器呢 它的配置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啊 那么这个需要具体的去查它的文档 或者大家自己到啊网上去搜索一下 应该都有相关的信息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只向大家介绍如何在apache2和php里面去做啊 radius的session的共享 那么在我们在做这个之前呢 首先的条件是大家要已经成功的安装了radius 啊这个内容呢 我们在上一节课已经向大家做了介绍啊 呃如何在linux环境下编译安装radius啊 如何在php的配置文件里面去啊 enableradius这个这个呢 这些内容呢 我们都在上一节课做了介绍啊 那么首先是假设大家的环境啊 呃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到php的啊 配置文件里面去啊到etc啊 php 然后这里有一个apache2的目录啊 然后我们打开php的配置文件 php.ini 然后搜索 session 是不算 啊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啊 我选中的这个部分 那么是有关session的配置部分 那么它的默认的配置是 呃我已经注释掉了这个 这这一行啊 它的默认配置是session.savehandler等于files 就是说我们要使 默认是使用文件来存储session 那么我们将这一行注释掉 然后添加以下两行 第三是session.savehandler等于redis 啊就是指定redis进行session的存储 啊同时呢我们要给它指定一个位置 也就是下面这条配置 session.savepass等于 后面的这一个地址 那么它是一个web 它是一个redis数据库提供服务的地址 分别是一个啊呃 host的名字和它的和redis提供的端口 那么在这个savepass里面 大家可以指定指定多个redis数据库 并且给每一个数据呃 设定一个啊比重 那么啊呃 php呢就可以根据我们这个配置的比重来 平均的分配啊session 那么关于这个内容呢 大家可以稍微去网上搜索一下啊 就可以知道怎么去配置了啊 或者是去看一下php的文档 这里面也有相关的内容 配置好了过后呢 我们需要做的是就是重启我们的web 服务器 在这我这个环境下呢 我使用的是啊 你下的命令去重启我的apache的web服务器 serviceapache2stop 啊先停把它停下来 然后再start起来 那么啊这里啊 也可以使用一条命令去重启 那么我个人比较熟悉的是 使用以下以上啊 这两条命令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在配置了php的配置文件以后呢 并且重启了web服务器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再访问啊 我们的demo的网页啊 那么这个时候php我们的后台的网啊 web服务器呢就会将它的 将这个session的信息存到radius 数据库中 大家可以看到配置啊 整个过程非常简单啊 那么如果大家使用的是不同的web服务器呢 可能会有稍微不一样的配置啊 这个时候我们进入radius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我们这里再讲一下啊 我们首先要进入radius的一个命令行工具 命令行工具呢是存在radius的原来网目录 下面有个src目录啊 它的命令行工具的名字叫radius-cli啊 那么这个就表示我们已经成功的连接到了本机的radius数据库 这个时候我们使用一条命令叫keys信号 那么稍微先稍微讲一下这 啊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命令呢就是列出这个参数 符合这个参数的所有的键值 那么我这里指定的是信号 也就是要列出radius数据库中所有的组件 我们看到有以下几个几个信息啊 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三个很明显是php的session的信息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目前 目前网页访问的实具体是哪个session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刚才介绍的firebug去看 那我们把net点开 然后再刷新一下这个界面 我们去这里面去看 这里面应该有session的id 它这里的session的id是brev06这个session 我们到这里看啊是这个session 那么啊目前呢我们是 没有在这个session里面存储任何信息的 那么啊我们的web服务器呢 只是产生一个sessionid给我们 我们可以使用get命令去看一下 这里面是啊没有任何数据内容的啊 实际上这里面啊 因为我这个demo网页已经已经啊 在后台已经存储了一些session的信息啊 我们去看一看吧 看看这个php的网页啊 大家就理解了 实际上这个时候我已经使用session存储了一些信息啊 我们看这个demo.php啊 首先我们看到这部分 这部分的第一个第一行语句呢 是sessionstart 那么这个是php网页 那么使用session的一个方法 或者是一个函数 啊因为默认的配置是php不使用session 那么我们如果要对所有网页使用session呢 需要去修改php的配置文件 那么如果我们在不修改默认的php配置文件的情况下呢 要使用session就需要在网页里面使用这样的代码 session下滑线start 这样的方法呢 去启动一个session 那么我们执行了这条方法以后呢 啊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全局的下滑线session 这个宿主去访问session的内容啊 我们可以从session获取内容 就像现在这样啊 我们可以从session获取这个radiuslogin 消费用user这个变量的内容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条这样的方式啊 啊 dora消费用session 然后radiuslogin消费用user 等于什么去设置session里面的内容啊 那么这个网页当大家在这个地方输入一个 用户名的时候 然后点上meet 这个时候呢啊 php网页就会将这个内容存在 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radiuslogin 消费用user那个变量中 并且保存在session中啊 我们试一试 点上meet 然后我们再回到radius数据库去啊 获得session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radiuslogin消费用user 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容 bub 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地方 我们输入了bub 然后点上meet 那么后台就会啊 在session里面存这样一条内容 那么这个以上呢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啊 使用radius进行session共享的内容啊 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啊 方式 那么啊 那么在向大家介绍完如何使用radius进行session的共享以后呢 啊 让我们来啊 回到最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给大家介绍radius的session的相关操作的时候啊 有几条命令 我们没有给大家做介绍啊 就是在radius当中如何进行未操作的命令 那么现在啊就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些啊 命令 那么在radius当中一共有以下四条命令可以进行未操作 一个是bitcount bitup 和啊 bitset和bitget 啊 那我们要依次来看一下这几条命令 啊 我们进入我们的啊测试环境 啊 首先我们打开radius的文档啊啊 啊 我们现在要讲的第一个命令是bitcount 那么bitcount啊 我们从这个名字大家应该能够踩倒啊 那么这条命令就是计算一个数据当中有多少个1啊 什么叫有多少个1呢 就是我们的数据我们把它看成一个二进制的数据流 那么它就是由0和1组成的 那么bitcount就是要数这个数据当中有多少个1啊 啊 它后面一次可以跟这么三个参数 一个是我们要计算的数据的组件 另外一次我们要计算的开始位置和结束的位置 啊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实际的来啊 操作一下这个命令啊 啊 假设我们给一个数据 负一个值叫0x01 那么这条命令呢啊 就是要向组件为a 插入一个组件为a 那么数据为0x01的记录 啊 这条记录呢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啊 它的如果把它看成 把它看成一个二进制的流的话 那么它当中只有一个1 好 我们使用bitcount操作一下啊 返回1 啊 如果我们把它设成0x2呢 再使用bitcount啊 计算一下 它也是返回1 因为 16进制数据0x02 它实际上啊 我们把它看成二进制数 流过后呢 它实际上也只有一个1 啊 当然除非如果是0x03的话呢 它就会有两个1 那么这个是我们bitcount出来的 结果呢 就是2 啊 如果我们把一个设置一个数据 它有大于一个字节的数据的时候呢 比如说-x01-x 然后-x03 啊 我们再使用bitcount啊 看一看结果 那么这个时候返回着43啊 因为它会把数据的所有的部分都计算在内啊 最后在这条数据当中呢 一共有三个1啊 刚才我们看到bitcount呢 也可以指定一个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 比如说我们指定一个00啊 表示呢 我们要从 A的这个数据当中的第0个字符开始到第0个字符结束 也就是啊 当中的这个0x01啊 那么它只有一个1 那么这条返回呢 应该是1啊 对的 如果是我们使用比如说11的话 那么它就是计算的啊 后面这个的数据当中的1有多少个 总的来说呢 bitcount的命令比较简单啊 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文档 另外呢 最好就是自己实际的操作一下 其实啊 就能很容易的明白它指的是什么意思 那么关于未操作的 第二个命令是bitop bitop呢 就是bitoperation的一个组合吧 那么它后面分别跟啊 这些参数 我们看看这个部分就能够知道了 它后面首先第一个根的是 我们要进行操作的类型 它提供四种操作啊 这也是标准的未操作的四种操作类型 分别是 与或 与或和非 这么四种类型 啊 然后呢 第一个参数之后跟的是一个desk 就是我们在 操作了这个 这四种操作以后呢 我们要将数据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desk的key当中 啊 我们要指定一个存放的位置 那么然后呢 后面就跟我们具体啊 操作的圆的数据 大家注意到这里可以跟多个数据 除了最后一个非 因为非呢啊 天生就只能后面就跟 一个一个参数 那么所以说它只能跟一个参数 那么其他三种操作呢 都可以跟多个参数 那么这里啊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我们的原数据中啊 它的数据长度不一样的时候 会怎么处理 那么Redis这里也做了解释 当啊 数据长度不一致的时候 Redis会将那些 长度短的数据的后面 补名啊 以达到同样的操作 长度 然后来进行这些操作 关于这几个操作呢啊 我就不进行演示了 因为非常的繁琐啊 其实并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就是非常繁琐 那么 要理解呢 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去实际的做一下 那么就能够理解了 那么我们接着讲啊 另外 剩下的两个啊 有关未操作的命令 一个是 setbit和getbit 那么实际上他们是 嗯 一对命令 那么是相对的 我们看 先看其中一个吧 setbit setbit呢 首先第一个跟的参数是 我们要操作的数据的组件啊 然后是一个offset offset就是我们操作的 二进士的具体的哪一个位 然后是给它一个menu 后面我们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吧 啊 比如说我们setbit mykey 7 1 那么那么就表示 我们要操作这个mykey 这个数据当中的 第七个二进士位 把它设为1 嗯 我们来实际 做一遍吧 这个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数据 等于0x01 啊 然后我们再用bit set a70 呃 大家看一下这个 刚才是01 那么刚才是01的 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二进士 数据流的话 它应该是0000 啊 0001 对吧 那么呃 我们要设置它这条数据的 第七位 第七个二进士位 为0 我们数一下 因为这个是从0开始的 实际上第七个二进士位 呢 就是最后这个二进士位 然后把就是说 把最后这个1设为0 啊 那我们来操作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bit set 啊 setbit 刚才讲出了啊 这个minin的名字 应该叫setbit 啊 我们这样操作过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a的数据 那么操作完了过后 a就应该是0x00 那么是对的 呃 强调一点啊 就是说这个bit set呢 并不只是可以操作一个字符 啊 实际上这个 offset这个位 位置呢 可以是大于7的 那比如说我们 我们这个a里面存的是一个 很长的数据的话 很长很长的数据串的话 那么它实际上是可以操作任意一个 位置的 那么如果我们操作的位置 大于我们实际数据的位置呢 比如说我们这条数据当中只有0到7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setbit 第8位为0的话 我们设为0 那我们可以看看最后得到的 这个数据 那么就可以看到这条 原来本来是0x01 那么在setbit第8位之后呢 因为这个第8位已经超过原先数据的 长度了 那么它就会 release就会新加一个字符 啊 然后并且把7 因为我们只超过第8位 它加了一个字节过后 一共就有 多少个呢 一共就有16个位 那么它的位置应该是从0到15 我们只是把第8位设为0 那么后面的第9到15位呢 radius就自动的进行了天零的操作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另外一个相对的命令 getbit 比如说我们要看a的第8位返回 那么这条命令和这条命令就完全相对的啊 它呢 比setbit少于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不需要去设置它的值 而只是去获取某一个位的值 它是0还是1 那么它会返回两种数据 一个是0 要么是0 要么是1 对吧 如果 同样的 如果说这个 我们指定我们要返回的二进制的位的位置呢 大于我们的数据长度呢 那么radius会返回0给我们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如何在radius当中进行位的操作 关于为什么我们要使用位操作呢 其实 大家如果是比较熟悉C和C++语言的话 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在C和C++语言当中 我们是经常会使用到位操作相关的内容的 因为我们使用位操作呢 最大的好处 一个是快 位操作相对而言是比较快的 它实际上比加减成熟都还要快 另外一个呢 就是节省空间 因为我们经常会用到我们的变量去表示一个状态 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 比如说用户登录状态 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实际上 如果用位来表示呢 就会非常的节省空间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获取状态的时候 也会非常的快 那么这是未操作的两个特点 因为我们的release是将数据放在内存当中的 内存的数据的大小呢 又是受限制的 如果我们能灵活的运用 位去实现我们的应用的逻辑的话呢 实际上是可以达到我们减少内存使用的一个目的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得到操作速度上的一个要求 那虽然这个实际上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因为release提供的数据的存取速度已经很快了 那么主要的呢 我觉得使用未操作呢 可能是为我们的应用节省内存空间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关于release的未操作呢 大家不理解也没关系 一个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再看一遍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以后具体到应用的时候 用到需要用到这个位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再回头来看这个未操作 也没有关系 那么本来这节课呢 还要给大家介绍关于如何使用release进行数据库缓存的一个应用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内容可能就只能讲这么多 没关系 我们下节课接着讲 如何使用release进行数据库的缓存 因为这个也是release非常常用的一种场景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